就业形势总体稳定,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回落,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,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任务。 12月份,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5%,比上月下降0.2个百分点,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.4%,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.7%。 其中,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.4%,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6.7%,比上月下降0.4个百分点, 25至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.8%,比上月下降0.2个百分点。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.1%,比上月下降0.6个百分点。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.9小时, 全年农民工总量3亿人,比上年增加311万人,增长1.1%。